许乃琳除了主持节目 从年轻时就开始投资取的副业 她曾经投资过9个品牌 甚至最惨赔过上千万 一直到日前推出半面品牌 才开始慢慢成功 而最近她投资的烘焙坊 也卖出不错的成绩 因此她特别上节目 把自己的创业经验和大家分享 而她也透露民国67年 她从嘉义到台北来找工作 没想要一来就被诈骗 因为以前找工作是透过报纸 她看上面都写代诱 供三餐 供吃住 就很心动想去应征 因为像她这种北漂的人 来台北找工作 一定要保持保住 如果她缴了300元报名费 被带到很偏僻的地方去工作 跟报纸上说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不做300元也不会退还 所以当时身上仅存的1000元 很快就被骗光了 真的是一段很恐怖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